但是我今天一個退休的廠長 我沒有利害關係 我在山的重生 郭總 今天有機會再跟你講 我是劉這類 拜託 2025非核家園 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人家都在講 非碳家園的時候 你還在講非核家園 世界都變了 你還不變 很驕傲是不是 我問在座的各位 支持核能的 請舉手 比我想像要多 但是很多網友到處都說 現場一定要問郭台銘這個問題 郭先生請問你知不支持核能 支持 支持核能不是因為我們永和 而是2018年的時候過了一個公投叫做以核養綠 我也覺得綠很不錯 但不是民進黨那個綠 我也覺得綠能很棒 但是 你不能一下子就照鏡把所有東西把我們的公投結果當作屁啊 但是我要再問 有些人說 我支持核能但我支持核四 好啦我們問問看去年有公投對不對 支持核四重啟的人請舉手 喔 也比我想像的多 但比方少了一點 請放下 核武也可以 但沒有命可以蓋到那個時候 我也許知道各位覺得拖了那麼久 核四不可靠或者是核四是不是真的很安穩 你不知道 來 有沒有任何一個人 比花了一輩子在核四監督他蓋好的人更專業的 沒有 我們請核四的前廠長王柏輝 他在現場說服你 核四可不可以重啟 把麥克風遞給他 謝謝朱大給我這個機會來談核四 不用上台 在這邊就好了 他跟我們一樣是一般人 謝謝 一般人說服你才有說服力 謝謝朱大給我這個機會來談核四 我在核四工作了將近16年 那我也是被意識形態所害 昨天4月28號是江儀化院長 他宣布核四封存的八週年紀念 我個人不知道 我當時在核四的時候 我當廠長 我剛才打電話給我說回家啦 你在那幹什麼 你們常常已經被封存了 各位 教科書上有告訴你怎麼去蓋核四 在教科書上 絕對沒有告訴你怎麼蓋一個電廠 又要把它封存起來 我們當真的不知道 完全一片茫然 當時我太太這個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坦白講我真的掉眼淚 但是呢 我在隔年那個業務檢討會的時候 我們的董事長要我跟他講 核四的狀況跟我們大家講 那我當時跟他講說 敗兵之將不敢延勇 我們董事長跟我說 將軍沒有選擇戰場的儀地 所以呢 我當時非常努力的 把核四好好的封存 那好好的封存 你們各位一定會講 你怎麼好好的封存 我當時拜託 東京核能應整水位的會長 他呢 帶我來找我 他說 黃成長你有需要什麼幫忙嗎 我說我是亞洲 甚至世界上唯一被封存的電廠 我不知道怎麼封存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呢 他就去找 加拿大一個封存八年的電廠 從加拿大背腳 跑到核四廠來 我們請他 請他 非常善待他 他告訴我們 怎麼封存 我跟各位講一個 工程上的技術 當時我們認為 我們把管子裡面充氮氣 就不會生鏽了 結果呢 加拿大的電廠 跟我們講 你錯了 你錯了 為什麼 你們只要把 你們廠用的廠用空氣 加上冷凍機 在濕度20%以下 就都沒有問題了 我們就這樣做 我們就這樣做 現在核四廠已經 鴻存了八年 我要跟各位講 你們可能都不知道的事情 在第五年的時候 當時 我的同事告訴我了 把一些重要的設備拆下來 一看 跟新的一樣 大家都以為說 核四 不能用 王廠長 看你的背後 這就是 封存的 現行的 核四廠的 內部 所有的人員進去 還要把腳上的泥土 給拿乾淨 而且 他們雖然被封存了 到現在八年 從來沒有放棄過台灣 但台灣放棄了他們 我只想說 我簡單問王廠長一句話 你覺得核四可不可以重啟 可以 我今天很大聲地講 核四絕對可以重啟 而且我要跟郭總講 核四值得重啟 為什麼 這個電廠所花的電 佔台灣10% 佔台灣10%是什麼概念呢 1 2 3 4 6 7 8 9 10 就有一個電燈 是從核四廠出來的 然後這個電廠呢 他把所有的核廢料 高低料 都放在廠裡面 40年 完全跟外面沒有高招 40年 核廢料都不會出去 所得好好的 當時歐盟跟我講 你們不要蓋這麼快 我說我們就尊重了 蓋這麼快 各位 這個電廠 對環境完全沒有影響 這個電廠 可以花到台灣 10%的電量 我跟你講 我們被意識形態保持了 我當時帶著人 高喊著 台灣人加油 郭董 我高喊著 好多年的 台灣人加油 台灣人加油 我的工程師 我的包商都這樣喊 我們用這種樣子 把核四拼出來了 但是一個意識形態 一個人不吃飯 就把我們整個搞垮 到目前為止 好多人在罵我 說王廠長 你是台灣的唐吉可德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還要說什麼 我退休以後 寫了將近70篇的文章 在風傳媒上 我到處的講 一有人找我去講 我就去講 核四值得開 核四可以不會開 可以開 但是大家找了很多理由說 他不能開 找了很多理由說 他不值得開 但是我今天一個 退休的廠長 我沒有厲害關係 我在山的重生 郭總 今天有機會再跟您講 拜託 抬起來 拜託 抬起來 我是劉這類 拜託 謝謝王廠長 謝謝王廠長 各位 你知道要讓一個工程師 掉眼淚有多困困 他要被全台灣給誤會 他要被所有的 民進黨的黨徒給攻擊 但他撐下來 核電廠開不開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早就退休了 他沒有要再拿錢了 但是他支持 可是我們說過 我們是講科學的 我們不會沒有要現場 說服你要重啟核四場 但我們告訴你 工程師們拼命努力奮戰 把這一個核四場 保留了下來 重啟不重啟 要看你對未來 有什麼想法 請大家秉持著科學的態度 不要再被意識形態所把持了